白露过后,天气逐渐转凉,秋风带走了夏日的酷热,仿佛是大自然的一次温柔提醒,告诉我们季节的更迭,岁月的流转 而对于十二生效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气候变化的标志,更是一个运势转换的重要节点,标志着从人身运步入了充满新希望的鬼友运 在这个转折点上,有五个生效尤为幸运,他们将迎来财富的好运,有机会赚得盆满钵满,实现生活的小目标 生效鼠 子鼠进入九月十二、十三、十四日后,运程可能会有轻微波动,因此形势需更加审慎细致 在事业领域,建议继续秉持稳健步伐,高效完成手头任务,并致力于构建和谐的人际环境 与同事间保持友善沟通,展现您的和善与包容,同时提高警惕,避免陷入无谓的纷争与口舌之中 在团队协作或面对竞争时,尤其要留意周围动态,以防有小人暗中作祟,影响您的职场进展 财运方面,则呈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势,凭借您的勤勉与实干精神,将有机会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 生肖牛 丑牛进入九月十二、十三、十四日后,丑有伴和,食神当旺,本月可谓全年最佳 仿佛被幸运之神特别眷顾,天才机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机遇往往来得既突然又意外,让人措手不及,却又满心欢喜 更难能可贵的是,属牛人在这个阶段会遇到许多贵人 他们或是经验丰富的长辈,或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总是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为属牛人指点迷津 帮助他们规避风险,把握良机 而通过与这些贵人的交流,属牛人不仅能够获得宝贵的建议 还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得知一些投资或副业的好项目 从而让收入实现质的飞跃,生活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 生肖虎 银虎进入9月12、13、14日后 得印星助力,各方面趋于平稳 工作方面,有贵人赏识和点拨 亦得上司信任和同事相助,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 经商人士亦是扬眉吐气,有望收入增长 财富方面,本月偏财收入会胜于正财收入 不妨在本月多一些投资等,可能会有小小的收入 生肖兔 卯兔进入9月12、13、14日后 由于卯有相冲 运程可能有点急转直下 凡事需谨慎低调 以免招惹麻烦 事业方面 本月容易遭遇各种意料之外的阻碍 又容易与身边人起冲突 人际关系方面不算愉快 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尽量就事论事 以何为贵 做生意的人则要提防他人使坏或恶意竞争 财富方面 本月容易因他人破财 适合低调守财 生肖龙 陈龙进入9月12、13、14日后 陈有相和 属龙人各方面进一步提升 大体顺遂 事业和财富方面 职场人士表现出色 又有贵人及时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事业顺利 有望升职加薪 经商人士和创业的属龙朋友 本月则有不错的商机和尽才机会 注意仔细甄别 生肖蛇 四蛇进入9月12、13、14日后 四有半合金局 各方面运程进一步提升 他们在这三日后的运程 如同秋日里的硕果 事业与财富双丰收 在职场上 属蛇人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与智慧 赢得了上司的赏识 与同事的尊重 奖金与晋升机会接踵而至 只要他们继续保持这份努力与热情 这个月的入账定会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 而对于那些自己开店做生意的鼠蛇人来说 更是客源不断 生意红火 尤其是在节假日 通过延长营业时间 他们能够抓住更多的消费机会 赚得盆满钵满 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 生肖马 五马进入9月12、13、14日后 本月正财当旺 属马人财富 事业 感情向好 事业和财富方面 职场人士工作进展顺利 表现出色 容易获得上级嘉奖 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经商人士有投资计划和行动 财富收入获得新的增长点 名利双收 感情方面 单身人士脱单意愿强 乐于付出 有利于恋情的开展 恋爱人士的感情 见升温的迹象 有利于谈婚论嫁 生肖羊 为羊进入9月12、13、14日后 本月属羊人运程 呈现出稳中 有劲的良好态势 职场上以稳健的步伐前行 工作表现可圈可点 不仅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 更易于获得领导的认可与肯定 为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升的机会正悄然临近 财富方面 本月你的收入水平 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 通过合理规划与审慎评估 适时的投资行为 将为您带来令人满意的收益 财务状况因此更加稳健 为您的生活品质 增添了更多保障与乐趣 生肖猴 深猴进入9月12、13、14日后 有金劫财主事 依然要面临笔节重重的局面 事业发展、求财、感情等个方面 容易出现不利变数 事业方面 劫财主事 压力大 竞争激烈 需要全身心投入来应对 求财方面 容易被他人劫财 还可能奔波劳累 但是被公办 建议本月稳求正财为好 不宜贪多求快 生肖猴 有机进入9月12、13、14日后 有有自行 各方面容易大起大落 此月各方面都要低调一些 不然容易得罪他人 在暗中对自己不利 工作方面 本月身边的朋友同事 既可能对你帮助颇多 又有可能暗中与你争夺 故本月工作中要低调做人做事 不可小心大意 以免招致他人 对自己诋毁和攻击 生肖狗 虚狗进入9月12、13、14日后 逢有虚向害 属相狗本月运势颠簸 起伏较大 需要面临一些突发状况 职场中的人士劳心劳力 但多劳少得 并且是非较多 建议稳扎稳打 埋头做事 主动远离是非 财务方面 有不错的求财机遇 但容易因他人破财损财 与他人合作 要小心防范 生肖猪 害猪进入9月12、13、14日后 正印有金生万害水 属猪人走势回生 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机遇 也要面临相应的挑战 工作上 手头事务进展相对顺利 但竞争压力较大 不宜懒散逃避 可深耕主业 或扎实细致地 做好手头事情 财富方面 硬比过往容易招致破财 所以本月宜文首正财 不宜做大的投资 或试图投机 以小博大 恭喜生肖牛、龙、蛇、马、羊之人 本月成为率先收获好运的幸运儿 人有大运 必有征兆 有大福报的人 身上都有这三种记号 命好的人身上 常常具有不同常人的征兆 因此往往能够获得 较好的人生和事业发展 然而 这些记号并非单纯的运气所致 而是他们内心的品质和态度 在生活中的体现 人有大运 必有征兆 有大福报的人 身上都有这三种记号 你有吗 善计脸 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从看他的脸就能够看出来 这是面善 给人亲切感 面善的人 你一眼就觉得 好像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跟这样的人做朋友 会觉得很温暖 更像是一种知己 他能够懂你内心的想法 面善的人 做人大度 有格局 不会为了一点小事 就跟你斤斤计较 在他们心中 如果你的人品和言行举止 能够给他留下第一好印象 那么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认可你 然后欣赏你 想要跟你交朋友 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也可能会是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善良不是随口说说 而是藏在细节里的真诚 尊重 包容和平和 这些都能在脸上体现出来 眼角带笑 满目真诚 懂得闭嘴 把爱广施人间 心地善良的人自成风景 若我们都能做到如此 这个世界就将无风无雨 一片和平 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 富济妖 在古代 用天庭饱满 地格方圆 形容一个人有福气 也是一个人福相的体现 到了这个时代 却以瘦为美 其实比起瘦和苗条 丰满的人更有韵味 健康 就是最贵的宝藏 丰满 才是最好的福相 如果一个人生有发福腰 这里说的发福腰 不是很胖的那种腰 当然也不能是瘦弱 凹进去的小细腰 而是只要宽大圆厚 有肉的腰部 因为腰事实上 也是撑着上半身 下半身 是一个人的中心点的地方 所以表示 其就能够忍辱负重 刻苦耐劳 取得成功 微胖之人 肚腹有肉 才运好 像学理论中认为 如果肚腹部位略微有肉 反而是聚财的象征 对于自身聚财 理财都有一定好处 跪在手 有句话就说 男子手如棉 女子手如柴 为跪 于男人而言 手掌要宽大 手指要修长 柔软而有力 这样的男人 一般都识大体 也懂得顾全局 他们不会因私利 而伤害他人 更不会为了炫耀自己 而贬低别人 为人厚道 自然能赢得天地的眷顾 此乃心有乾坤大 手中万事戏 眼里万物详 为福相贵详 手掌绵软的人 有着很强的人生福气 不管是出生环境如何 属于福气大的下 最主要是 手心的皮肤不粗糙 这样的手相遇到问题 往往都能够化险为夷 属于大吉大利之人 这种人就是命中有福气 人的福气 源自哪里 福气源自言语 会说话的人有福 福气源自内心 无心事的人有福 福气源自身体 很健康的人有福 福气源自情绪 不生气的人有福 福气不是有啥 而是没啥 不是有房 有车 有票子 而是无病 无灾 无烦恼 愿你我都能成为 有福之人 修炼一颗平常心 以及常怀慈悲之心时 我们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真谛